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彭丽媛无意当中一下成了大旋风 彭丽媛成了大旋风是跟国内宣传有关系 我看网上本来在石涛的眼睛里 我觉得真不是个事 真的 也算不上什么新闻 没啥可讲 人家是演员 人家自身有自己的生活的品位 然后有人说软实力 缺心眼有病你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靠第一夫人来挺起软实力 那我就想说今天习近平拿过来端过来是金盆的一盆石 那不能把彭丽媛自身的形象当成了盖这个石盆子的盖 黄金的一盖 好 第一夫人可以比这个奥巴马他太太 可以比这个可以比那比那 你比奥巴马 奥巴马接任总统的时候跟太太俩人跳着舞 这就算是整个接任总统了 习近平接任第一书记的时候晚了一个小时没露头 所有人在外等着就不知道出来是七个还是九个 已经完蛋了 你有啥可比的呢 但是当你硬比的时候让彭丽媛一个人撑起你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的软实力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呢 朋友给个词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题目说彭丽媛中国的新脸面 那这篇文章里他写的蛮长的 但是他评述的呢还是这个彭丽媛的穿戴说他完全可以与法国的原来的第一夫人和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呢平起平坐 但是他只穿国产品牌 而中共其他许多官员都非常热衷于购买外国设计的名牌产品 文章也提到说彭丽媛是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第一个主动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领导人的夫人 这里我想跟大家讲呢 这里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习近平今天大权在握 文章紧接着就提到了彭丽媛的这个军人的身份 那彭丽媛军人的身份和我们曾经用过一张照片 彭丽媛在八九六四时呢在天安门广场呢慰问戒严部队 我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就这么 其实这就是他的过程 这也就根本也改变不了的一个过程 而文章紧接着提到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现在时髦的 将第一夫人的魅力和国家软实力结合在一起 这个说法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何清莲女士明确提到 无论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 还是后来加以发挥者 都没有将一国的第一夫人的气质容貌 纳入一格软实力加以思考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 明白的人都清楚 那是彭丽媛自己 对吧 当彭丽媛自己的时候 中共的宣传部门 刘云山的宣传部门 把他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如何 其实操控中宣部的男人就跟李连英差不多了 文章接着讲说中国的第一夫人的角色 那这里就提到了他整个唱歌的生涯 这种唱歌的生涯 其实就像有些朋友说 涛哥 我就在国内 我就这么着了 我就这么个生活环境 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 那这样的生活环境是在这个体制之下这样出现的 彭丽媛自己他也没得选择 对吧 他选择不了 他这个背景是这样 但是他可以选每一个具体的人 内心当中 我一直强在今天的大善大恶的说 你要站在善的一面 你要能够认清 文章紧接着讲说 整个彭丽媛这一次随夫君出访 掀起的波浪太大 对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很多朋友认为 可能他会发挥作用 可能他不会发挥作用 香港的一位叫做高静文的大学教授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中共领导层最终会集体做出某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彭丽媛在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彭丽媛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在内部仔细排练 中共政府在这方面会细心安排 保证不出差错 关于彭丽媛的炒作 再一次让中国的审查部门运作起来 他说作为彭丽媛的消息 在国内是受到严密监察的 我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 彭丽媛自己有自己的Facebook 甭管是真的彭丽媛还是假的彭丽媛 但是有人在这么操守 而且现在在update 在更新他的一些照片 可能这更新的照片 来显示出他今天的风法 或者说他所代表的 那你说他受不受到这种不同部门的这种监督呢 我觉得他是 你称为监督也好 称为什么也好都可以 但是在这里面 习近平的权力本身的强硬度 已经是当年的胡锦涛 温家宝 甚至当年的江泽民 所无法比的 这是我跟大家想分享 所以未来会怎么样 骑律看账本走着瞧 北韩恐吓 这是我们上期提到的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 受到这个香港人的欢迎 文章题目叫 北韩恐吓大决战到来 南韩称绝不容忍 坚决反对 文章是这么解释的 北韩军事恐吓不断升级 下令导弹部队待命 随时攻击美国 昨天单方面又宣布 两韩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警告一开战 将是全面的战争和核战 又威胁要关闭 两韩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区 那外界认为 北韩一再恐吓 虚张声势居多 但担心年轻的金正恩 轻举妄动 擦枪走火 弄假成真 金正恩的二十多岁 他不太想他 而且当在北朝鲜 把他尊为领袖的时候 那基本就完蛋了 所以明白的人就看了 看他怎么玩 玩的最终的结果呢 如果玩死了呢 我跟你说 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小兄弟就死了 这是关键 那自从石涛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Facebook的主页的时候 很多朋友留言 我有些朋友写得非常的长 而且内容写得让石涛非常感触 那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朋友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第一天翻墙出来上了YouTube时 打开的第一个视频就是涛哥的视频 然后就被你的见解吸引了 我是一个七令后的白领 那改革开放几十年 我都经历了 我经历的是一个从当年的纯朴 到了今天的堕落的社会 他说我现在最害怕的 就是我的女儿 在这个堕落的社会中的生活 很怕长大之后 她将成为一个堕落的人 他说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呵护他教导他 但是社会的环境 社会的力量太大了 一个人要跟整个社会去抗争太难了 我觉得这句话就说的非常的真实 悲哀无奈 但是在我的概念当中 我觉得又完全可以 相信每一个人的善念 做父母的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做表现出自己真正人性的一面 做父母的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真正要用一个做人的基本的概念 去约束你的言行 做父母的是每一个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而孩子所认知的家 每一个人成长起来认知的家 就是认知自己的父母 所以说每一个 如果有这个朋友有这样的认识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记住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守住真正的善念 大善大恶的年代 守住自己的善念 拒绝邪恶 从精神层面 拒绝邪恶 这就是石涛一再说 退党退团退队的真实的概念 退党退团退队 不是今天你在人中的利益 是你生命的灵魂的善恶的选择 而你生命的灵魂是不死的 文章最后它是这么讲的 它说写到这儿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坐车去车站 在出租车上跟第一姐聊天 她说她有一个姐妹是天主教徒 总是向她讲天主教的说法 说什么发展一个教徒 天主会给奖励的 会在天堂上给分房子 她已经在天堂有六处房子了 当时我就差点吐了 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 但常识我还是知道的 从来没听说过天堂分房子的事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宗教现状 可悲 对了 中国现在还真的有一个子还在 那就是穷人 就是孙子 我觉得他刚才描述的这个新教的人 他的说法 这就是非常正像他说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宗教的现状 神依然在那 在我的眼睛里 神是好的 佛是好的 那个大家不容置疑的 人败落了 人堕落了 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其实很多的环境当中 人们在信仰宗教 就像我说 这个过年的时候 跑雍和宫 八万多人烧香 不是去敬仰那庙堂里所供奉的神明 而是让神明为自己服务 我个人的理解 神是好的 人败落了 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信仰 和如何尊重信仰 无形中是对真正的神明的一种亵渎 所以当你搞不清楚的时候 我就说过 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大善 但今天你能看见叫大鳄 退出中国 退党退团退队 这就是最佳的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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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